重揭今生善果,为现实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 我是厚普,喜欢,请您关注我们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阿南德再次发出预言 7.5集巨镇四月登台 这五大生肖要谨慎小心 避灾宝材赶紧这样做,一起来听 在2024年剩余月份里 究竟会演绎怎样的故事呢? 是否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鉴于今年频繁出现的异常现象与众多灾难 许多人心中难免坠坠不安 忧虑接下来的时光是否还将被阴霾笼罩 更多的不幸是否仍在等待着我们 就在不久前 三位享誉全球的预言家惊人地达成了一致 他们共同预言 2024年4月将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 这一结论 是基于他们对天体变化的深入观察与研究所得出的 那么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提及这三位预言家 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 他们分别是阿南德、拿都郑伯健以及弗兰克 特别是阿南德和郑伯健 这两位预言家在2019年因一则精准的预言而一夜成名 自此备受瞩目 他们每年都能提出诸多引人深思的预测 备受关注 就在数日前 郑伯健发表了他的最新观点 他提到 从今年的4月8日开始 我们已迈入了几末月 在这个月份里 土的属性异常强烈 其力量汇聚 不容忽视 因此 他郑众提醒大众 从4月8日到7月这段时间 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因为很可能会有巨大的灾难降临 与此同时 另外两位备受瞩目的预言家 弗兰克和阿南德 也向公众发出了相似的警示 阿南德从费陀占星术的独特视角出发 为我们揭示了潜在的危险 他明确指出 由于太阳、月亮、木星、罗猴 季都等星体的聚集 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件 如大洪水、火山爆发、地震等 特别是地震 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预测 与地震有着密切的关联 此外 他还预言 受到这些星体的影响 4月份将会出现极多的极端气候现象 这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而最后一位持有相似观点的便是弗兰克 或许大家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但今年他确实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预言家 原因在于去年的2月30日 他发布了一篇推文 预言某地区近期将会发生7.5级以上的地震 令人惊讶的是 推文发布后不久 土耳其便发生了地震 且地点恰好在他所提及的区域内 这一事件迅速将弗兰克推向了公众视野 他的账号涌入了数以万计的访客 纷纷探寻这一神奇现象背后的原因 毕竟 地震的预测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无法攻克的难题 即便是最先进的仪器 也仅能提前几十秒做出预警 但这对于避免灾害几乎无济于事 弗兰克声称 他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预测 是因为他身为太阳系几何组织的调查员 深信太阳系中的天体运行能够预示某些灾难 他进一步警告说 4月份可能是地震的高发期 他观察到 4月份金星和水星将会合 并与地球形成90度角 同时还将出现罕见的天体现象 即地球、水星、金星、火星、海王星将排成一线 他认为这并非急躁 因此预测4月份很可能发生地震 在视频结尾 阿南德特别提醒某些生肖的人在4月份要格外小心 因为从今天开始某种未知的危险可能已悄然逼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南德说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总是避免不了会遇到一些劫难的 每个人命中的灾难都是上天注定的 2024年4月到5月 以下几个生肖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第一 生肖鼠 在2024年 鼠鼠之人将遭遇行太岁 即子卯相行 被称为无礼之行 这一年 鼠鼠者极易遭遇生意上的挫败 过去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其主要原因在于鼠鼠者过于急功近利 事业基础尚未稳固便急于求成 试图实现更大的飞跃 然而 飞得越高 一旦衰落 便会伤得越重 因此 鼠鼠者若想化解此困局 应回归业务之本 首先稳固客户群体 再逐步拓展 只要鼠鼠者 发挥其聪明技巧的特质 脚踏实地 定能取得事业上的大成就 总之 鼠鼠之人在面对挑战时 应保持冷静与耐心 以稳健的步伐前行 相信未来必将更加辉煌 第二 生肖兔 生肖兔在2024年 将遭遇一场不小的劫难 原因主要归咎于 他们今年范殖太岁 位列五大范太岁属相中 较为凶险的一位 命中凶星平线 给鼠兔人的各方运势 带来极大的干扰和冲击 好在吉星岁驾暗中庇佑 为鼠兔人化解了不少潜在危机 然而 鼠兔人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不可掉以轻心 需以谨慎的态度 面对各类挑战 只要鼠兔人这一年 能够小心行事 便有望顺利渡过难关 化险为夷 第三 生肖马 生肖马在2024年 将遭遇破太岁之节 虽然命中有天德 八作 文昌等吉星护佑 整体运势颇为不错 但若疏忽大意 便会受到凶星的侵扰 使得运势起伏不定 因此 鼠兔人在这一年需格外留意自身情绪的变化 形式需细致入微 尽量避免卷入无谓的是非之中 鼠兔人性格稳重 但2024年因琐事繁多 有时亦失去理智 与他人发生争执 进而可能面临失业或破财的风险 故鼠兔人在这一年务必保持冷静 不宜前往外地出差或旅游 以免与外人产生严重争执 除此之外 在2024下半年 还有两大生肖 可能会遇到丧事 第一 生肖狗 2024年之后 鼠狗人在生活的多个方面 都将呈现出积极的态势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下半年 他们可能会面临亲人离世的悲痛 尽管 这位逝去的亲人 可能并非近在咫尺的至亲 但这一事件 仍将对鼠狗人 产生一定的情感冲击 让他们深刻体会到 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不过 正是这样的经历 将促使鼠狗人 更加珍视自己的身体与健康 更加深爱身边的家人 同时 他们也会从这一事件中 汲取生命的智慧 对他人的经历有所领悟 从而在心灵层面 得到成长与提升 第二 生肖鸡 鼠鸡人在2024年充太岁 因此各方面均需格外留心 尽管在2024年下半年 鼠鸡人在事业上 有望取得显著成就 但亦有可能遭遇亲人离世之情境 且多数为远房亲戚 由于日常接触不多 彼此关系并不亲密 鼠鸡人可能不会感受到太大的悲伤 然而 亲人的离世 毕竟是情感上的一种触动 鼠鸡人内心深处 难免会涌起复杂的感觉 这种经历 也将促使鼠鸡人对生命的意义 有更深刻的领悟 最后 阿南德还指出 不同生肖在太岁的影响下 会有不同的遭遇 有些生肖因冲太岁或破太岁 而面临凶星的侵扰 而有些则因和太岁 而得到吉星的庇佑 需因人而异 区别对待 那么在2024年5月 哪些生肖会有好运呢? 第一 生肖蛇 时来运转 贵人相助 鼠鸡人在2024年5月的运势尤为出色 事业领域将迎来众多机遇与挑战 使他们能够大展拳脚 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与实力 财运方面同样喜人 他们将收获颇丰 成功实现理财目标 而在感情层面 鼠蛇人将桃花盛开 缘分满满 有望密德理想伴侣 或深化现有感情 这一切得益于天喜 天德 文昌等吉星的照耀 他们为鼠蛇人带来了好运 贵人相助 智慧启迪与学业上的进步 特别是天喜星的助力 让鼠蛇人在感情上 获得巨大进展与幸福 因此 鼠蛇人在2024年5月 应把握时机 积极进取 不放过任何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他们应多与人交流 结交友谊的朋友或合作伙伴 积极学习新知识 提升个人能力与素养 同时 也应关注自己的感情生活 用真心与诚意去表达爱意 第二 生肖猴 财运滚滚 多财多艺 2024年5月 鼠猴之人将迎来财源滚滚 财华横溢的运势 本月对他们而言 不仅是事业腾飞的黄金时期 更是积累财富 拓宽社交圈子的关键阶段 让我们进一步解析 鼠猴人在这一时期的运势 并深入探讨 他们在四月所面临的境遇 及应对策略 在2024年5月 鼠猴之人将充分展现 其聪明才智 与多财多艺 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 应对新任务 鼠猴人拥有卓越的沟通技巧 和组织能力 很可能在团队中担任核心角色 甚至赢得上级的信赖与重用 本月将是事业兴旺的时期 鼠猴之人应保持谦逊与进取的心态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与知识 以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 2024年5月 鼠猴人的财运如日中天 对于投资理财 展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能够精准捕捉市场机遇 实现财务的稳步增长 鼠猴人善于冷静分析 可能在投资项目或商业合作上 取得娇人成绩 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 然而 鼠猴人仍需保持谨慎与理性 不可轻敌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应坚持稳健投资 避免盲目跟风 或涉足风险过高的项目 5月中旬 鼠猴人将迎来拓展人脉资源的良机 他们的热情与机制 将赢得他人的喜爱与认可 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 鼠猴人将结识更多有趣且有价值的朋友与同学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合作机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社交过程中 鼠猴人应以真诚与耐心来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 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尽管运势颇为顺利 鼠猴人在2024年5月仍需持续学习和创新 保持强烈的进取心 不断拓展知识与技能 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 鼠猴人擅长发现与解决问题 因此在4月中旬 他们可通过汲取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为事业发展增添更多竞争优势 唯有保持学习与创新的姿态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 2024年5月 这两大生肖将迎来充满机遇与好运的时刻 事业、财富、爱情、健康等各个方面 均将取得显著进步 然而 他们亦需保持谦虚与理智 避免过度自信 而忽略潜在风险 在爱情与健康方面 应注重沟通与关怀 保持豁达心态 同时不断学习与自我成长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监视基础 阿南德指出 自2024年4月起 人类将历经多重挑战 旨在实现一次深远的转变 他再度强调 我们所处的时代变迁迅速 正处于新时代的蜕变之中 从经济到地理再到健康 所有领域都在经历重塑与整合 世界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革 在此阶段 我们所见的是一个完整 且持续变化的世界 宏观经济与地域的巨变 层出不穷 甚至人类基因本身 也在加速其演变进程 阿南德认为 这种人类的变化趋势相当消极 我们需从古代圣贤的智慧中寻找 解决之道 未来数月甚至数周内 可能会迎来大规模的变化 人类交往方式亦将发生转变 我们不应期待 新世界会一片和平 特别是考虑到七月将发生的特殊行星事件 人们似乎正在朝着更为贪婪 愤怒和恶劣的方向发展 当然 地球上仍有善良之人 但与那些被负面能量所吸引的人相比 积极行动者显得寥寥无几 因此 阿南德坚信 人类正经历着快速的进化 这是一个迅猛的变化过程 人类基因也在迅速演变 他呼吁人们密切关注 未来几个月即将发生的全球性大事 以应对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 于是 阿南德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 做出了六大预言 一 经济 阿南德警示说 2024年 全球经济将陷入一片混乱 众多商品价格飙升 导致通货膨胀与经济波动 令广大民众倍感焦虑 这种动荡局面 预计将持续至2024年初 随后有望逐渐平息 阿南德强调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 黄金作为一种重要资产 显得尤为关键 尽管目前人们观察到黄金价格有所下跌 但这实则是宏观经济状况不佳的反应 与宏观经济的低迷相比 黄金的真实价值实则更为凸显 短期的价格下跌并不代表黄金丧失了其内在价值 随着美元的升值 黄金价格或许会有所调整 但其核心价值始终未变 因此 阿南德建议在这个经济风云变换的时代 持有黄金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二 能源 阿南德指出 2024年全球能源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天然气 原油 石油及柴油等能源价格 均将飙升 这一局面看似严峻 实则蕴含着转机 价格上涨将有力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发展 为全球能源结构转型注入强大动力 因此 这一趋势并非全然消极 而是孕育着新的机遇与希望 三 极端天气 阿南德警示道 2024年 全球天气将异常极端 高温 严寒 暴雨 龙卷风等极端天气现象将轮番上演 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这些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 因此 2024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它严肃提醒人们 必须深刻认识到保护地球的重要性 否则类似的灾难只会愈发频繁与严重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 尤其是面对火山爆发 地震等强大的自然灾害时 人类所能释放的能量简直不值一提 因此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共同守护这颗蓝色星球 4.人口和社会问题 阿南德指出 未来我们将目睹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息息相关的重大变革 目前 全球人口增长依然保持上升态势 自黑死病肆虐的时代结束后 世界人口便持续攀升 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和卫生设施的显著进步 以及医学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有望在2024年跃居世界人口榜首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一趋势不仅揭示了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 也预示着未来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5.全球粮食危机 阿南德郑重提醒 2024年 全球将陷入粮食危机之中 由以非洲部分落后地区为甚 这些地方将爆发大规模的饥荒 虽然一些发达地区可能避免了直接的粮食短缺问题 但他们同样会面临新鲜粮食供应不足的困境 这些问题多是由灾害频发所导致 对于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 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以确保全球人民的粮食供应稳定与安全 6.瘟疫 根据阿南德的预测 2024年瘟疫虽不会完全消失 但将有所缓和 预计至2024年5、6月份 我们的生活将逐渐回归正轨 瘟疫的影响正逐步减弱 然而 阿南德最后发出警告 若想要平稳度过2024年 每个人都必须尽快清除自身的业障 因为世间所有的灾难 就其根源 皆由人们的业障所引发 我们每天都在无形中累积业力 这也是人生充满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的原因 因此 清除业障 方能迎来更为宁静与和谐的生活 善业累积愈多 福报自然愈显 恶业不断滋生 或是随之贫人 佛经中早有明示 善行中得善报 恶行中受恶果 轮回的报应 皆由自身业力所铸就 心怀善念之人 积累善缘 心地纯净 他们具备成佛的前置 自然得到神明的庇佑 而那些心机深沉 自私自利者 则会累积恶障 终将被神明遗弃 成为淘汰的牺牲品 因此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应怀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 勤于修善 行善 不断清除自身的业障 正如古人所言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秧 今日分享至此 告一段落 若您对本期视频颇感兴趣 不妨点击右下角订阅 每日为您呈现更多风水奥秘 通道 刑 记转